我是忽兰 从周琪默那句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 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琪默 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期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兰你这期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要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 事宜长继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 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我这个渔夫 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 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 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 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 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骑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 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丹有一次喝酒跟我说 他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他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冰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这个结构 我结构是 直到现在 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 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 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 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他也学一了 我最近开始看一些 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 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 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 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做上市 然后带着一军盒上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古事 刚才我听罗老师 说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 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 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 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什么 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 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